今天會不會太可愛 太好看囉 這件就是 它貼紙一樣 柔軟 溫柔 很有氣質的風格 這件就是又軟 又鬆又舒服 可是做工我覺得有超微想像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這真的很好穿 很柔軟 就是受不了這種材質 整套讓我是少女興奮 無話可說 途中呢 想要走一個可愛風格的風格的話 說那家這些衣服非常的適合大家 哇 這是什麼啊 食物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na 今天呢 來跟大家分享冬季穿搭 那我們今天的冬季穿搭是 嘿 首爾妹的 超可愛的冬季穿搭 我準備了很多毛衣 還有 這種 嗯 甜子綿的外套 要跟大家分享 為了呼應這個甜美系的風格 主題 我還特別把自己打扮了 像一個小公主一樣 要吧 然後啊 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毛衣超級可愛 都是那種軟軟的 粉粉嫩嫩的衣服 首爾妹相信大家應該是不陌生 我們之前也有分享過它的影片 可以複習一下 這個品牌呢 就是在台灣耕耘蠻久 然後是一個比較偏韓系的品牌 但是呢 它的價格呢 又相對的比韓貨便宜很多 而且是現貨販售 首爾妹家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 你幾乎每個禮拜去都會有新品可以逛 首爾妹家還有一個 我特別特別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所有商品呢 就是跟著台灣現在的季節在走 像是今年比較熱一點嘛 所以相對的毛衣啊 還有外套來說 就是可以有更輕薄的選擇 很貼近台灣的天氣 尤其是中南部的天氣 這一次我的挑品呢 是以上半身的毛衣跟外套居多 下半身的話就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是會很激烈的 更換上半身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是我身上的這一套 這一套是一個牛仔洋裝 超好看 第一呢 它是一個好薄好薄的牛仔料子 因為我本身肩膀這邊呢 是會就是手肩跟駝背 所以我不太能夠穿 像這種領子的毛衣啊 襯衫 就是我穿起來會有一點 這樣更爽的感覺 但這一件呢 因為它的材質很軟很薄 它是一個很薄很軟的 幾乎像是棉料的牛仔布 所以它穿起來就是會有牛仔的風格 但是不會像一般的牛仔外套啊 牛仔洋裝這麼硬 像我這種很愛穿那種很軟的 很薄衣服的人的話呢 就這一件真的是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地方呢 有做一個小小的公主秀 因為它的料子比較軟嘛 所以它就是在這個剪裁的設計這邊呢 做了一個比較立體的感覺 然後下面呢是珍珠的釦子 這一件呢是不可以全部拆開的 它是大概扣到這邊 大家看一下它的珍珠釦子 旁邊有一圈仿鑽 這一件呢就真的是 為了台灣的天氣量身打造 因為裡面這種薄薄衣服 可以穿春天啊 秋天可以穿很久 然後外面呢 你搭上了外套 又不會因為裡面太厚還是太硬 把外套壓得變形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件 然後它穿起來呢 其實就是有一點俐落感 然後很顯眼很亮 所以呢就是像是聖誕節Party啊 或者是年末啊 有一些年中聚會啊 或者是尾牙啊 或者拍照也很好看 這一件呢有一個缺點 一定要先跟大家說 就是它牛仔的那個布料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我拿到的時候呢 我會習慣先把它曬在陽台 可能曬個三四天 然後再傳它 讓那個味道散一點 就這一點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那我們來幫它搭一件外套好了 很可愛吧 蠻黃色的 粉紅色好像太誇張了對不對 這件怎麼樣呢 穿這個粉紅色的好了 比較挺一點 本來想要搭一個外套 但是覺得這件洋裝 它比較有點酷甜酷甜的 我選的外套 比較可愛甜美的外套 最後呢 靈機一動給它選了一件 珍織V0的毛衣來搭 嗯 怎麼可以這麼的好看啊 就完全就是一組的啊 可以搭一組賣人 這件洋裝它的材質呢 是比較蓬鬆的 它整個摸起來呢 就是會 痾痾的那種感覺 不是很紮實的毛料 那它的設計呢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的設計 中間有一個英文字 然後袖子這裡呢 是有點做一個包袖 膨起來的 然後這樣子看的時候 這邊就是會膨膨的 然後衣服這裡呢 也有做一個比較淺的抓皺 就一樣是可以稍微的包起來一點 毛衣的長度呢 大概是中長的長度 可以開到胯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 整個屁股都包起來 我163 但我覺得長度穿起來 就是蠻剛好的 不會太長也不會太短 這樣整套搭起來就有 青春洋溢的感覺 所以我綁了一個高媽味 好 下一件 來穿一下這一件毛衣 然後配一個短一點的裙子好了 這件毛衣超級可愛的 它的那個針織洞 好像有好多好多條 不一樣款式的斷帶綁在身上的感覺 然後寧口這邊呢 是做一個像這樣的 包邊花瓣設計 袖子呢 一樣是我最喜歡的公主袖啦 整件是長這樣的 比較短一點 也沒有很短 然後比較偏寬鬆的針織上衣 是不是有沒有超級好看 重點是超軟超好穿 雖然它有很多的 鏤空啊 小雕花的這種蕾絲感 但是它一點都沒有蕾絲上身的 那種摩擦感 我們現在這樣看 雖然它已經夠軟了吧 但是我覺得穿在身上呢 更更更軟的感覺 整件就是又軟又鬆又舒服 那林口呢 這裡做了一圈花邊 也是完全不會吃 完全的一百分的一件毛衣上衣 這一件呢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收 然後我們就隨意的搭一點 比較同色系的配件啦 像是這個帽子啊 這是我自己的MOP 然後再搭一雙淺色的靴 這靴子也是這一次的單品 非常的柔軟 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 就小腿路這邊的剪裁呢 它是有做一個弧度的 就它不是直筒的 所以穿起來呢 是會貼的 所以整隻腳看起來很瘦很瘦 這雙也是首爾妹家的長靴單品 那我身上穿的這件裙子 也是這一次的新品 它是一件比較薄的 擺摺裙 它是一個登心絨的材質 那最特別的是呢 它是一個褲裙 有沒有很適合我們這種 做沒做之但沒站之的人 就是有褲裙的話更安心一點 不用再穿安全褲 那我剛剛配了一件 也是我這一次蠻喜歡的一件大衣 這件大衣呢 是板型比較寬鬆一點的建材 然後比較大件 然後也稍微的挺一點 但整體的材質跟做工 我覺得有超微想像的 因為冬天的大衣通常呢 就是為了減少成本呢 不會有做內禮的部分 但是這一件呢 它是有內禮 就有接觸過這麼多冬季的大衣 第一嘛 就是它會內禮 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它的毛料比較不舒服 再來就是可能它花的成本 比較高 但是這一件呢 它外面的這個料紙 已經舒服到 就是可以直接貼皮 沒有問題 你裡面就是直接這樣 穿短袖 穿背心穿 都是超級舒服的 但它又更貼心 做了一個更親膚的內禮在裡面 那我喜歡的這一件是S號 它已經是一個比較偏寬鬆的版型 就是穿在我這一件剛好 那如果呢 你比較喜歡穿很膨的毛衣的話呢 可以看你自己的喜好 看是要拿M或L都可以 或者你就是喜歡窄窄的話呢 就是拿S號就夠了 那這一件很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的花色 它裡面呢 是有那種髒髒的混色 就是一個粉紅色 配上一點灰藍色灰藍色的毛泥 就是髒髒粉 口袋的部分呢 這邊是有設計兩個大口袋 然後這個是夾的口袋 那其他地方的剪裁呢 就是一般大衣比較簡單 基本好搭的版型 這樣子 OK 這一套我好喜歡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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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挑一下毛衣 這一件如何 這一件超可愛 還有這一件也 其實好像跟我現在的風格比較像一點 嗯 要先穿哪一件呢 還有這個也超可愛的 是不是 這一件我都會穿給大家看 但是我現在很憂鬱 那不要穿哪一件 先先先先先穿 先穿可愛的這個好了 剛好可以跟我這個大一套 這個花瓣怎麼可以那麼好看啊 像一個大蝴蝶姐 感覺可以直接掛在聖誕樹上面 然後這一件的顏色呢 是一個比較暖色一點的白色 剛剛這一件的白色就可以感覺說 這一件是比較白的 那這一件的顏色會更襯膚色有沒有 就整個臉直接亮起來 那我們帶一個什麼飾品好了 帶這個會不會太復古了 蠻適合的 那它這個公主秀更特別一點 通常公主秀只有這邊縮起來嘛 但它這個荷葉呢 是散開的 一個這樣的感覺 嗯 一個這樣的感覺 就更可愛了 然後你也可以反折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這個大大的領子呢 一路延伸到了後面 它這邊 一整片的 側面看了也不會顯得 肩膀很駝背還是怎麼樣的 頭髮放後面 好好看喔 好喜歡喔 對不起完全控制不了我的表情 太喜歡了 下面的衣服下面的長度 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長度 那下面就沒有做太多的修飾 重點呢 就是在這個領子的部分 還有這個袖子的地方 這邊就比較樸實一點 那看你喜歡 直接就這樣穿 比較有學生的感覺 還是說你喜歡把它紮進去 然後再搭個 像剛剛的靴子也可以啊 或者是皮鞋也可以 然後再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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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毛衣 它是比較偏厚一點的毛衣 所以我就給它選了一件 好可愛 好好看的 臉帽 大衣 這件大衣呢 顏色也是今年最流行的 這種奶白奶白的感覺 這裡呢 是一個比較偏燕麥的顏色 比較偏灰 然後呢 裡面一樣是有內裡的 但是全部的那個 設計呢 都是這個燕麥色 配上這個奶白色 袖口也是喔 裡面也是喔 所以你可以反折起來 穿就是會有 這樣的撞色感 它打開的時候 風格是一個比較休閒的 大衣風格 那它腰再拉起來的時候呢 又有一臉成熟的感覺 如果你戴一個 高跟的靴子 或高跟鞋 然後拉起來 也很可以 然後你要穿得很休閒啊 像是這種比較可愛一點的衣服啊 然後臉帽啊 搭配起來也很可以 這是一件風格 很百搭 很好駕馭的臉帽大衣 撞色的喔 而且它這種顏色也太好看了吧 我剛剛去吃了一下晚餐 現在穿著睡衣 趕快來分享後面的好看的衣服 好那我們來穿這一件好了 它是做的有點像 小香蜂的那種毛泥上衣 但是它是毛線編織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可愛的淺色的撞色 然後呢 扣子的地方是這一種 滾邊的金扣 中間是一個白色的 這裡呢 有做了一個咖啡色的 撞色的邊邊 還有口袋的地方也有 我來穿這一件給大家看 這很可愛耶 超級好看的 這件色衣 它整個穿起來呢 就是非常非常溫柔感 然後呢 它是針織的料子 就是整個穿起來 是非常的柔軟 喔 真的是很煩耶 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你在探險嗎 因為地上堆了很多衣服 所以我們家 人抱咪一直來關切 是不是 是不是啊 這件衣服呢 比較偏小鄉風格的設計 但是呢 它的材質不是毛泥 是針織 所以它減少了小鄉風格 那種比較浮誇感 然後比較挺拔的那種效果 然後換來的就是一種 像天使一樣柔軟 溫柔 很有氣質的這種風格 我真的超喜歡這一件的 因為我就是 不太喜歡穿小鄉風格 那種毛泥的衣服 因為很厚很硬 所以穿起來呢 就是肩膀這邊的缺點 可能會被放大 然後可能氣勢要足夠的強 才能夠撐起那樣的衣服 但是這一件呢 完美 整件呢 毛泥是編織比較紮實一點 然後有一點點毛衣的觸感 不會刺 但就是會感覺到 有毛衣的感覺 穿起來的效果 就是會有一點點蓬鬆蓬鬆 但是我不是會放大顯胖的這種 很硬的那種扮性 下半身的這一條裙子 我配的是上一次分享過的裙子 就是也是比較偏小鄉風格 有一種毛線格紋的設計 就配在一起配成一套這樣 然後我配了一件這個外套 就是一樣是有內裡 然後毛泥非常非常舒服的外套 然後這個外套呢 是一個很漂亮的淺灰色 這灰色呢 就是比較偏白色 帶有高級感的灰色色調 但它的版型截得很可愛 加上它的扣子也超級 它的扣子是愛心 就是少女星爆發的一款外套 然後整個都是愛心 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這個是一個兩種領子的設計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它一邊是毛泥的 然後把毛泥拆掉之後呢 就會變成一個正常的大衣 就這邊有一個毛領 然後我先把它弄一半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可以這邊穿成 就是比較西裝外套的感覺 可愛愛心毛泥大衣 然後這邊呢 就是更可愛的毛絨絨毛領毛泥大衣 它就是可以有兩種風格的穿搭 這個版型呢 也不會太寬 這個版型呢 算是微寬鬆的版型 就是我穿起來不太算是非常oversize 裡面穿這樣的話 穿剛剛好 如果要再穿更厚一點毛衣的話 可能會比較緊 就要拿大一點的尺寸 因為我跟所有的妹沒有合作過 冬天的穿搭 然後我對毛料的要求其實還蠻嚴格的 就是它必須要是不會刮皮膚 不會穿久了皮膚很陽的那一種材質 然後最最最最好的話呢 就是絕對輕膚柔軟 那種是我更喜歡的 那我這一次會想要分享這麼多件上衣 是因為索爾妹家的冬季衣服 有讓我嚇到 不管是外套款式的毛泥 還是說像這種針織的貓衣 喔 穿起來都很舒服耶 而且可能是有針對台灣的天氣 做了比較薄一點點的設計 所以舒服以外又更柔軟 就像這件也是 我先來分享一下這件好了 這件是一個比較偏群膚色的針織毛衣 然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蛙背心肌 就一個造型 然後前面呢 是一個大圓領的設計 那袖子的話呢 是這種比較膨一點的公主袖 來你們看一下 是不是一穿上去感覺就整個軟綿綿的 它非常的軟 然後很輕膚 就跟我最一開始穿的那件一樣吧 就是裸體穿都沒有問題的那種材質 那整體呢就是比較鬆比較寬一點的款式 那這有個大圓領 那這個大圓領其實蠻鬆的 所以就可以穿這種小露肩 或者是瓶口也都ok 欸 修盤圈在一圈 去旁邊 就瓶口了也可以 它的風格就是這種很有氣質的風格 然後顏色配的也很襯膚色 就比較偏 裸橘色 就帶有膚色感 跟皮膚色調很接近的這種顏色 然後就戴起來 喔 好好看 再戴一條珍珠項鍊還是什麼 就可以去參加什麼宴會了 有沒有 很好看耶 重點是真的很好穿很柔軟 我就是受不了這種材質 這邊呢就做了很簡單的 兩條麻花的造型 沒有很複雜 所以就比較偏基本款 但是在剪裁版型上面 做了一點功課的一件衣服 然後面呢一樣 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後面一個 是這樣的 一點點小小的小心機 那它也沒有很露啦 但是就是可以有一點 一人瞎像的感覺 這套會不會太可愛 太好看了 整套讓我就是少女心噴發 然後這整套穿起來 不是那種明顯的可愛 是小細節的可愛 像剛剛那件愛心的排扣 就是我就是擺明怎樣來可愛 這一套呢 它整個版型怎麼怎麼都是很低調的 但是它 你一穿上去呢 就會讓你覺得 哇 好可愛 尤其是這一件外套 這... 等一下我先講一下 剛剛那一件上衣 很忙 就是我覺得 它拉出來穿也很好看的上衣 因為本身呢 如果在以那個穿衣服的習慣來說 我一定都會塞到褲子 或者是衣服裡面 但是這一件呢 我覺得它搭那個魚尾裙 這樣就非常剛好 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 再配上這個 這一件的材質呢 跟剛剛我們第三件的 大衣吧 就是這一件的料子是一樣的 就是那種髒髒粉的顏色 它整個呢 如果它只有單純的底色的粉紅色的話 就是看起來真的是會 太過於擺明著要可愛 但它要混了灰色跟藍色進去呢 你就會覺得 它的那個粉紅色的可愛度 是有被稍微的降低一點 然後更有質感 這一件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這種水手領吧 這是水手領嗎 還是娃娃領 但它這邊呢 是這樣給你做這樣子散下來的 所以 像我手間的話 穿這個也是很OK 不會讓肩膀這邊感覺特別的凸 然後呢 裡面一樣是有貼心的粉色類 你加上它很舒服的布料 手的這裡呢 有縮了一圈 這個是縫死的 就是 不能夠拆的 反正是 幫你坐這邊這樣抓進去 讓整個外套看起來更有造型 然後來 煮了一面 把睿子 洗澡 去沿著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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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洗澡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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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穿在身上的那件毛泥裙 也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下半身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件 但是它搭配的风格比较成熟一点 那刚刚的衣服呢有一些是比较可爱的 我就没有特别的打盘 那这一套呢搭这个裙子简直是加分加爆 这一件呢它的裤头是长这样的 然后它是毛泥的 有点厚度 所以这样子看得出所以然吗 是不是看到我的肚肚了 我刚刚真的吃了很饱 然后鱼尾的部分呢 就做这样一个超级漂亮的鱼尾 料子是就是有点像是在做外套的那一种软泥 那里面呢完全不会刮肉 就整块布是超级超级舒服的 还有就是这双靴子 靴子也是索尔妹家的靴子 然后这一双呢 诶比较奇妙的是我本来都是穿24半 但这一双我穿24半就可以了 蛮刚好穿起来蛮舒服 但是可能穿个袜子的话24半好像还是会比较刚好 但是这个我是可以穿的 而且我超级喜欢的 这个我还没有穿出门 明天再来穿出门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没有打算要分享他们家的鞋子 我就没有特别的试穿 但是我现在呢 就当下穿起来呢 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重点是好看 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这边呢车缝线是做这样子 两条的 然后视觉效果会把你的脚收拢 然后加上它的跟是一个中高跟 这边就是滚到一圈很低调的黑色的油边 那整双呢皮料软又很轻 再来看一下还有 我好像还要露掉一件 是吗?一件吗?这一件吗?这一件吗? 这一件也很好看 这一件是一个就是 我就跟你们说这一次的衣服都走这种 可爱感十足的 秋冬呢想要走一个可爱风的风格的话 所以我没夹这些衣服非常的适合大家 不管是出入门想可爱的话 还是你已经可爱很久的话 都很适合 怕要怕去精华 所以Jiggy在我前面 我们跳跳跳然后坐下 那旁边又一直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就很怕他们对我的衣服乱来 懂吗? 有羊猫咪的人都懂吧 那我先来把这件换上给大家看好了 刚刚的那个外套风格很像 就是走一个比较低调的可爱路线 然后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做的薄薄的 然后有做一个鞋尖的设计 所以呢穿起来不会是这样怂起来的感觉 就肩膀这里的缺点不会被放大 然后但是同时又可以拥有那种可爱的 就有那种娃娃脸 可爱 一次来的那么多可爱真是受不了 然后呢它的布料也是很特别 它是一个粉色的 然后灯芯绒的这种这种材质 我不确定它到底是灯芯绒 但它摸起来就是 真的很像灯芯绒的表面 那里面呢是没有刷绒的 但里面呢接触皮肤也是完全的舒服那一种 为什么说材质很特别 是因为灯芯绒的布料通常都会 有一点厚度 但这一件呢相对来说 应该是感觉薄了一半以上的厚度 就是穿起来薄薄透透的 很软很舒服 然后这样要塞到裙子里面 裙子里面的话呢 又更方便一点 这里又抓一点点蓬蓬的袖子 所以这个整个袖子呢 会是一个比较立体的状态 然后现在正起来给大家看 最后一件压轴 哦差一点忘记吓死我了 这件没有光看就觉得好看到不行的一件毛衣 这件应该可以说是我就是在挑衣服的时候一件钟情的一款 它的颜色就是粉粉嫩嫩的很好看 是一个比较偏橘色的粉色系 然后配上了米白色的滚边 这件呢我真的是腿饱 第一它很舒服 就它的料一样是这种很柔软的料 但它比较厚一点 比较扎实一点 再来呢是它的这个滚边的地方啊 都滚得超级好看 它滚边是这种作者作者作者 破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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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纹调纹的这种滚边 只会太少 全部一次用上 然后加上它的扣子非常的好看 这个扣子呢 金光闪闪的 是一个爱心加上菠萝面包那种菠萝 非常有质感的这个扣子 我好喜欢这个扣子哦 就是一件钟情的扣子 穿上的感觉 是不是 无话可说 那这件的长度呢是比较长一点点的 所以它可以盖到我的屁屁旁边 虽然没有办法整个包住 但是是有修饰我的胯的那个效果 穿起来的粉色呢 就是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粉色 这个线呢 还有这个毛线配的都很有高级感 它所有的配件啊 像这个爱心啊 这个滚边啊 都配得非常的刚好 就是 它如果没有这个爱心的时候 好像会少了一点什么 这边没有这种政治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不够 就整件现在呢 就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差不多了 嗯 应该没有漏掉的 是不是很认真 而且就是衣服真的好可爱 所以我每穿一件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啊 再去换一个发型好了 再弄个不一样的配件好了 有没有 有感受到我这个漂白的头发越来越塌了嘛 那 差不多了 很开心 我今天也是拍了蛮久的时间 就是有点快要体力敷衡不了了 但是呢 应该有满足大家吧 因为我就觉得 今天的每一套我都好喜欢好可爱哦 就是 可爱耶 这一整集就是一个可爱的概念 我可以就是整支影片这里都困一个爱心 然后拍完这支影片 好的那今天呢 我自己也是超级开心的 分享了这些衣服给大家 希望呢 既然冬天大家都不要着凉 对对 哦 可爱的小配件草莓 有没有 我要放在这里 放了一圈 对不起 好的那就是预祝大家2023年 新年快乐哦 圣诞节快乐 天天都快乐 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记把这一天按赞 留言 订阅加分享 你快想要追踪我的更多集市 动作的 nice youtube 还有微博 都欢迎大家 加入 你还在外面什么 那我们下集结束会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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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